关于创业版是否值得投资,高估还是低估的话题,一直在市场中被讨论,但是所有人的争论,都没有得出什么有效的结论。 在大多数时候,300开头的股票,代表着新兴产业,而新兴产业往往意味着更差的盈利能力,和更高的估值水平。 中国有很多投资者对此非常认同,因此在购买创业版股票的时候,对于企业的盈利情况很少关注,更多的关注其成长能力和用户数量等其他指标。 甚至很多投资者将中国的新兴产业,特别是互联网企业和亚马逊或者腾讯的早期经历作为对比,最终得出的结论是,新兴产业公司就应该亏损,没有经历亏损。 便不能收获一个伟大的企业,因此,创业版中一些盈利能力并不好的企业,仍然会受到投资者的追捧。 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一下,就会发现这样观点的一些谬物所在。 首先,衡量一个企业成长能力,最重要的财务指标,营业收入的增长率,是可以通过大规模的费用和成本投入获得的。 比如超常规的广告投放,和缔约成本价格销售商品的补业策略,而在盈利能力不足的情况下,资本投入的来源大多数时候是债券全资,这会造成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提升。 另外,所谓新兴产业应该得到高估值本身并没有错,问题出在了评判的标准上,什么行业可以称得上是新兴产业? 估值比传统产业高出多少算是合适。 以新兴产业著称的纳斯达克市场,平均市盈率只有24倍,而创业版的平均估值,长期在50倍左右。 以亚马逊为代表的成功的亏损公司,则更不能成为中国企业亏损的理由,因为亚马逊虽然净利润极低,但是毛利润和毛利率并不低,其35%的毛利率更是意味着主营业务非常赚钱,净利润水平低,只是因为被佐斯选择将这些赚到的利润划出去,转化成资本开支。 相比之下,很多中国的亏损企业并没有这个本事,经营性现金流入情况很差,毛利率水平低,却仍然被市场当作和亚马逊一样的宝贝攻着。 为了防止投资者在投资创业版时掉入这些传统思维的坑里,英才记者综合了一系列财务指标,对创业版上市公司进行了一次梳理。 较高的标准可以让投资者更清楚地看到,创业版中哪些公司是能够赚到真实利润,并且保持连年稳定,快速增长的优秀公司。 选择标准,零续三年营业收入增长率10%,2017年报毛利润5亿元,2017年报经营活动,现金流入小季13亿元,2018年一季报资产负债率50%, 提出最近4年80%以上超常规增长的情况,助此文件讨论企业的经营情况和盈利能力,并未涉及企业估值情况,投资者在做出决策时,应充分考虑卖入估值,对于投资结果的深刻影响,以低估值作为买入前提原则。 勒浦医疗3000-3003FC,上门人,浦中杰,2016年到2017年,以及2018年一季度,勒浦医疗都获得了30%以上的净利润增长,考虑到国产心血管之下这个空间庞大的市场,其增长势头看起来比较稳固, 同时勒浦医疗在心血管疗物方面的布局也很重要,被视为未来长期增长空间的重要保障。 2017年,勒浦医疗的毛利润,是所有创业版企业中最高的,超过了艾尔眼科,这意味着其产品相对成熟,盈利能力强劲。 在第一批创业版上市公司中,勒浦医疗是在这十年中,发展是头最好的企业之一。 艾尔眼科3000-15FC,掌门人,陈邦,和勒浦医疗一样,艾尔眼科也在很长的时间里,保持了30%以上的净利润增长水平。 不同的是,艾尔眼科在行业中的统治地位更加明显,迄今为止看不到谁能挑战艾尔在眼科市场的地位。 这种在产业界的领先地位,要比财务报表上完美量力的数据更加重要。 艾尔眼科认为,眼科市场空间巨大,公司各项业务保持全面发展,下属的成熟保持着稳健的增长。 此行尤其是实施盛会合伙人计划的十四家,保持强劲的发展赤头。 另外国际化战略也在顺利推进,短中长期的激励机制也很完善。 这些都是艾尔眼科能够保持快速增长的关键原因,上品财派300616FC,上门人,李连柱,2017年,受到房地产销售和消费升级等因素的影响。 定制家具市场火热,包括金牌橱柜,欧牌家具等在内的上市公司经营情况非常优秀。 业绩大多快速增长,股价不断上涨,甚至成为两市股价最贵板块之一。 但进入了2018年之后,整个板块的增速都出现了回落,商品斩配也不例外。 2018年一季度虽然总收入仍在增加,但盈利增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,相比其他几家竞争对手。 商品斩配的创新能力最强,品牌打造的投入也最大。 这些都有可能帮助其在行业中最早走出困境。 汇川技术300124SC,掌门人,朱兴宁,2018年7月,汇川技术将早发布了二季度的业绩预告。 根据公告显示,公司预计2018上半年营收23.24,已到26.15亿,同比增长20%到35。 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若4.72亿到5.14亿,同比增长10%到20。 良好的财务数据,强大的技术能力,都让汇川技术成为创业版上市公司中的佼佼者。 目前市值已经接近500亿元,累计45%以上的毛利率非常难得。 并且从宏观上来看,自动化生产的大潮并未到来,其正在加速发展还在后面。 网速科技300017SC,掌门人,陈宝珍,刘晨艳,2018年一季度,网速科技正在逐渐从2017年的净利润负增长中挣脱出来。 净利润同比去年同期所有增长,公司上市9年以来,累积涨幅6倍以上。 是创业版历史上数得善的明星股之一,这证明了公司管理层的能力,也证明了网速在行业中的重要地位。 如果2018年其利润能够恢复增长,市场也会给予其比较正面的反馈。 申幸福300454SC,掌门人,何昭熙,申幸福是2018年创业版新上市公司中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。 2017年账面净利润5.74亿元。 业务构成主要是网络信息安全和云计算业务。 主要信息安全产品持续多年市场份额位居行业前列。 其中公司上网行为管理在2015、2016年保持国内市场占有录第一。 CPN从2008年到2014年保持中国市场占有录第一。 VPN业务在2015、2016年位居国内市场占有录第一。 公司应用交付2014、2015、2016连续三年国产品牌市场份额排名第一。 但这块市场竞争相对激烈且需欲饱和,因此继续云化转型。 云计算业务能否继续增长对于企业来说至关重要。 华策影视300133FC、上门人、复媒城、影视传媒从来都不是一个具备很强护城和效应的行业。 这首先是因为演员本身并非稀缺资源,电影和电视剧更是可以用资本大量堆积出来。 并且演员和影视作品质量的好坏,一直以来都缺乏明确的评判标准,观众喜好变化频繁。 所以在欧美成熟市场,影视公司率来都不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标的。 华策影视是目前A股影视类上市公司中综合表现最好的企业之一,连续多年快速成长。 但即便如此,几几年来的现金流情况、利润的增长情况仍然非常不稳定。 智光科技300203SZ,掌门热、叶华菌、大气污染这里的紧迫性人间皆知,真正能够在环境保护增强的过程中,持续获益的企业却似乎并不多。 由于竞争的家具和地方政府财务情况紧张,导致各类环保来上市公司的财务情况,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。 智光科技是国内规模最大的监测设备企业,持续聚焦发展高端仪器,之所以能够保持营业收入和利润,多年来持续增长。 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环境监测行业较高的技术壁垒,阻碍了更多竞争对手强度利润。 公司产品接近50%的毛利率,也印证了这一点。 东方网利300367FC,掌门人,刘光,城市视频监测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,东方网利在其中占据了一席之地。 公司一直专注于安防行业视频,图像中和应用解决方案,具有较深的技术壁垒和客户粘性。 但受限于客户的强势地位,多年来现金流情况一直不是很好,这在一定程度上,让其多年来的快速成长打了折扣。 2015年中至今,东方网利股价下跌70%,想要获得投资者的青睐,还有赖于全社会资金紧张局势的环节,以及地方财政问题的环节。 显然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,麦克生物300463FC,掌门人,唐勇,在2015年上市之后,麦克生物的骨骄表现,一直非常平稳,甚至有些过分平稳了,三年的时间里,一直在24人左右徘徊,上不去也下不来。 但受益于体外诊断设计行业的快速发展,和自身强大的营销能力。 其三年来营业收入,尽力若稳步增长,现金流情况也比较好,是创业版中至的优良的企业,目前30倍左右的市盈率,在生物医药板块,也属于比较居中的价格。 2018年4月,管理层发布了1.48亿元的增值计划,推动了旗股价重新的台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